波生蚝出身的比利马里内利是一位环保传道人 不过他传播福音并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而是拯救海洋 这位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上精神的征程 规劝人们不要再吃数量骤减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 科学家警告说照目前的捕鱼速度 不到2050年有商业价值的鱼种就会从海洋里消失 马里内利表示 从环境角度来说这将是绝世天节 也就是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 人们对此有点吃惊 可能会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或者这条消息怎么没有上曼谷邮报头条 CNN怎么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 我们怎么没有得到更多相关消息 在马里内利在曼谷开设的生蚝酒吧里 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得知这个真相的 六年前他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并由此决定 只要某种鱼是他能捕捞到的就绝不购买 我厨房里的鱼都是用鱼钩和鱼线 手持网或者刺网捕捞上来的 刺网捕鱼是由渔民撒网 等候一到两小时后回来收网 鱼还是活的 南班亚萨拉南德在曼谷经营一家叫小野兽的餐馆 他听说了马里内利传播的可持续性鱼业的讯息 包括他对三文鱼等很多人工养殖的鱼类所受污染的担忧 在泰国有很多的鱼类养殖业 我和他们合作过 但是鱼的质量不是很好 我小时候吃过的三文鱼和现在的截然不同 就如何践行可持续性鱼业 他为其他有责任心的厨师提供建议 只要你个人觉得这条鱼你和你的家人多能吃 我认为这就是底线对吗 这场运动还只是初聚初行 运动倡议者们明白 只有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食客都聚吃 以非可持续性方式捕捞的鱼类 他们的运动才能取得成功 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